來 義智 聽說你們家樊剛的 隔天要工作 他還去玩 對啊 他超誇張的 然後還玩得很誇張 對啊 他隔天要拍照 然後他就約了我們公司 一群模特兒就在前一天 一大群模特兒 然後就一起進去生存遊戲 就拿那個槍彈的打一打 對 男模特兒 男模特兒 女模特兒也有啊 你有什麼病人啊 走一下 是 模特兒 模特兒的地方 OK 好 然後呢 他一群人然後就一起進去玩 然後他們就完全就是瘋狂了 然後他最後那一天 他被打得全身 就背後都流血 然後手臂都流血 然後他隔天拍照 他是要穿無袖的背心 那怎麼辦 他就用很多那種透氣膠帶 然後黏起來 然後都還沒結痂 因為才隔天而已 都還沒有結痂 就整個把它黏住 把它血黏住這樣子 然後蓋了很重的粉這樣子 他不曉得他第二天 他去玩會受傷 他第二天還要工作嗎 但是他還是很興奮 他可以興奮到前一晚睡不著 在一日生日的時候 把它擺在夜市 然後自己跑去看槍 對啊 然後明明第二天要工作 他還這個樣子 這個人到底心裡面在想什麼 叫他這個人來說 對 好不好 看起來很成熟 其實很幼稚啊 真的這樣子 來 我們叫他自己來說進去 讓一掌聲歡迎一番高 有了 我們是宣傳 我們男人生活這麼辛苦 等一下 這樣子看起來會很有壓迫感嗎 有 有 等一下 我先跟希希講一下 這是玩具 OK 這是玩具 你穿這樣其實還滿帥的 滿帥對不對 不是 他穿這樣是滿帥的 可是如果第二天要工作的時候 然後身上應該是要穿無袖的 然後都是疤 或是流血的那個狀況 就很慘了 你到底怎麼想的 生日也不管 然後工作也不管 生日的時候呢 那你幹嘛結婚啊 生日呢 每一年都會有嘛 有時候會不小心忘記對不對 對 而且有沒有知道 男人工作很辛苦 沒錯 很累對不對 偶爾喝一下飲料 有什麼怪物 我覺得 好 等一下 你上床 走 你上床 好 再上床 你是不是可以 我們節目需要有個修長 祝可我們必須要讓大家講清楚 生日那天的事 剛你那位 自認為是你的同袍好友 他出賣你說 是你自己到最後才跟他們講的 他們不知道啊 他沒有要陪你老婆過生日啊 因為當時是有點興奮 因為要去買槍 然後去槍店裡面砍槍 每次到了這個時刻的時候 大家都會特別激動 所以就會 那個激動就會該過老婆生日 所以你是騙她的時候 大家要幫你過 那是很離譜耶 我是有一點忘記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槍比你老婆還重要啦 是啊 你想清楚再回答 其實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老婆比槍還要重要 你少來喔 怎麼那麼難受啊 我 那天真的就是 把她丟在夜市 你真的就只顧著看那個玩具槍而已 就那時候就對 有一點 心裡完全沒想到老婆啦 真的沒有 沒有 因為我想說 有夜市陪她就可以啦 有夜市陪她 那四零夜市都已經吃了 不知道十幾拖去的 怎麼可能還沒看完 老婆我錯了 OK 那 如果從說第二天要工作 但是你還那麼熱衷玩生存遊戲 就知道你真的非常玩 這樣的一個遊戲 你有非常多把玩具槍 還滿多的 大概多少把 好像十二把 一把平均單價式 不便宜 好幾萬吧 我這個比較貴啦 這個是最貴的 多少 這個三萬六 不過其實 玉智還有很多的委屈啦 還有很多委屈嗎 有一次是 他把你洗腦 洗腦到最後 讓你去買了一把槍給他 就是這一把啊 就是這一把 就是這一把啊 為什麼 你為什麼挑釁他這個 為什麼會買這個呢 他有一次回來 他有 他去玩槍戰嘛 他就跟我 他跟文明哥 然後跟那個高山峰 一起去玩槍戰 然後回來之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 他說你知道嗎 那個高山峰跟文明哥 他們都帶了很正的妹 一起去打槍戰 我說真的嗎 那是他們女朋友嗎 他說那應該是吧 他說那他們有進去玩嗎 他說有啊 他們就坐在外面等 然後穿得很辣這樣子啊 我說這樣啊 我說那... 他說 我說那其實我應該陪你去玩 對不對 他說對啊 人家女朋友都有陪啊 結果後來 他就說 可是你進去 你沒有配備啊 他說我告訴你 你進去都被打得很嚴重 你知道嗎 我說那麼可怕 然後我告訴你 你要買什麼東西 你要買手套 你要買這個護膝 你要買這個防彈背心 整套裝備 他說最重要的是 我說這樣子啊 他告訴我說 我告訴你要買什麼 他一直跟我洗腦 講...講很多 還帶我去買 就買了這把槍 三萬多塊 買給他自己 是裡面最貴的 請問你買了以後 有沒有全套裝備 帶著槍跟他們一起去 我有啊 可是從頭到尾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用啊 我根本子彈也沒有發出去過 我就拿著很重的槍 然後跟著他們這樣 爬...進去之後 然後一個小時後 我就出來了啊 然後這把槍從此 就變成他的玩具 是啊 我從來沒 我連一發子彈都沒有打過 先跟你預告 你現在所聽到的 還不是你認為最悲慘的事 對啊 待會兒會有更悲慘 來 請入座 好 一般康 所有你老婆該知道的秘密 她都知道了吧 我要買槍我一定會跟她說 我要買車我也會跟她說 OK 只是我會用一些心機 就是讓她答應我去買槍跟買槍 所以沒有她不知道的了 OK 是啦 不對 發誓 想一想 但你怎麼有點猶豫的樣子 有沒有 沒有啦 今天我們把酒肉朋友找來 就是有很多你不知道的 是真的嗎 余帆康你忘了一件事嗎 我忘了什麼事 剛才一出場 他就先說 那天生日的事都是余帆康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人壞透了我跟妳講 真的 我問一下周智希 是 你們家裡有沒有一些 其實是余帆康的 但是蔡玉智從沒看過的槍呢 有這種東西 應該不可能 因為他家我常去 印象中好像有交代說 要忘記這件事情 不可能 什麼東西 很難誇張 沒有上次代碼 人家到底有幾把 數字啊 人家有幾把他的槍 我家現在三把 三把槍是他的 等一下 三把槍多少錢 怎麼可能 我常常去你家耶 有沒有三萬六 因為槍上面又沒有刻名字 超過了 超過了 那三把槍 為什麼要擺在你家 因為比三萬六會 我是當朋友的唯一 可以幫忙一起收藏 唯一 他不敢讓大家知道 不是 那他什麼時候買的 他什麼時候買的 等一下 這... 兄弟 我沒辦法 有肉朋友 大鮑魚反抗的祕密 看來他齒疊難逃囉 哥哥貼妹玩的火辣 老公被帶壞 對 然後... 左燕孝 這... 兄弟 我沒辦法 這兩個月沒收到 這兩個月 天啊 結婚以後才買的啊 是啊 他完全沒省錢買料 沒有啦 他的錢嗎 我們最近很忙耶 我們最近很忙 好 來 周知欣 你告訴我們 到底事情是怎麼樣 大話說出來 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啦 對 我忘了跟你講 我忘了跟你講 我們節目沒辦法保障你的安全 還是說 但是你要律師呢 沒有辦法保障 我跟你講 有律師網 OK... 沒有 這事情的經過就是 剛好有一天剛好兩人都沒有事嘛 然後就打個電話 剛好都...都有空 對 然後想一想 也...喝酒不要啦 是傷身體 大白天的 對嘛 對... 然後就約好 就去... 那看你的槍啊 對 然後就看了 他也喜歡 我也喜歡 然後... 那我們就... 慰勞一下自己嘛 就買了 對... 我也慰勞一下自己 因為... 回公司之後還要再繼續打拼嘛 慰勞一下 為了工作 為了家庭 對啊 那為什麼不敢跟老婆講 對啊 為什麼不敢講 而且不可能啊 因為我們結婚之後 其實錢都是 所以啦 所以他有私房錢 大嫂 沒有啦 他也可以跟他吊一下啊 其實... 不要說... 不要說朋友是這麼不好 你老公也真的 沒大好 什麼意思 怎麼說出來 真的沒有說 為什麼 你是不是有私房錢 因為我們買槍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會覺得 內疚啊 這現在花的錢 以後是小朋友的錢 你心裡都會不... 總是要有一個平衡 然後每次他... 自己也有啦 就約對方去看槍之後 就是... 怕對方不買嘛 然後其實我們都會幫對方 所以就跟你借他 對... 我們是這個樣子 高低探槍 我們就要花錢 我們就身上不帶錢 然後看看... 看完了之後呢 就講說那... 怎麼樣 喜不喜歡 然後喜歡啊 我覺得也不錯 這樣啊 那... 要買嗎 我身上沒帶錢 沒關係 我有 真正的神 太狡猛了 所以你也會這樣 如果是你約在周知新的話 花錢 然後他說沒帶錢 你覺得沒關係 少爺幫你準備好了 對... 我們一般都會這樣 所以那些錢 到底還了沒啊 這... 這到時候再說吧 到時候再說 那三把槍多少錢 嗯 十... 他幫他準備錢 也要十萬吧 多少錢 六七萬塊吧 出三隻的第一隻 三隻啦 三隻... 這種朋友不能交啊 就跟你講 慎選朋友 我們在站場裡面 我們都是互相掩護啊 對啦